在贵州省会城市贵阳 部分居民被困在家至少7天 一些听信政府没有囤粮的居民面临断粮危机 不少网友感叹 不听话的都吃饱喝足 贵阳花果园社区据称是亚洲最大社区 有50万人口 在当局的风控下 民众的喊恶声此起彼伏 官方的所谓道歉回应受到网友踏罚 只好关闭留言区 同样喊恶的还有新疆伊犁 有网友反映当地已经静默了快40天 历次的封城惨剧全部上演 微博上伊犁超话的话题阅读次数超过2.4亿 人们只能向外界求救 与此同时 中共的管控还在加码 周四 卫健委宣布 从中秋节9月10号到20大之后10月31号 展开5项措施强化防疫管控 并且要求没有疫情的地区 也要核酸检测常态化 但早在今年6月 卫健委的口径完全相反 新唐人记者雨婷 综号报道